那下一套了 今季的輕鬆涼粉 下一套了 輕鬆涼粉? 這一季裏面做一些輕鬆鬆 不用用太多腦就看完的一套動畫 公季首選就是這個魚乾梅 即是太過重口味的那些 錯啦! 首先是洞洞 這套是第二套 洞洞就是哪一套 游裝游裝少女日和 兩套有點不一樣 我自己都是每個星期 通常都是看完游裝少女日和 之後就看過密會 我自己都是 但這套的感覺是有少少少少少少少 相比之下 由妙子女王就治癒 then 不過所謂的 Luck Wilson A Memphis 只是結論來說 就覺得不夠好笑 而那個 為什麼 dr apro 這套的笑訣 這個角色的悲劇上 例如我的哥哥為何會被阿妹省 其他家裡的哥哥又很牽來 你看看會怎樣欺負 你不能夠把這個悲劇 因為你把他代入在哥哥的身上 你會看到張留在自己 我看到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 我看到哥哥 畢業做了四五年之後 我一放假之後人身很空虛 我已經高了之後沒什麼可以做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未來的悲慘 怎麼代入 你看看同期 兩個男一個女 那個女的上司比你大 大學生沒那麼久 這個職場真是黑暗 男人真的要做監獄 男人要做監獄 這個女的上司 他還要陪兒子 那不是他走了很久 你見到職場的黑暗在於 他有那個女上司的取悅 倒鐵也是 但也是沒什麼用 他很笨 他家妹妹也不來 放假就追上司 還在家裡打掃監 真的慘 沒有他這些居家男是沒辦法的 基本上這一套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講一個江麥妹 胡媽的日常生活 其實整件事 我基本上看他就是怎樣耍廢 各式各人的享受 例如夏天一定吃雪糕 我自己也很認同 朱古力加薯片加可樂 真的很棒 我自己看完之後 覺得這一套一定要看 人家吃東西很哲學 但怎樣零食怎樣分配 吃垃圾的食物方面是有一個哲學 吃油的拉麵是有一個 不要以為是垃圾 要配合飲品的話 都是一個適合的東西 就是專家就是專家 我們這些不懂就要學一下 沒錯 我們這些不懂就像他哥哥一樣 看著你都不明白 人生怎樣享受 即是吃牛扒先吃 對 但最重要是他有阿哥 我沒有這件事 對 我整天汗髒東西阿哥 不是請你 我整天汗髒東西 我整天汗髒東西都是自己得分 所以如果你問我這一套動畫 有些可惜的地方就是 基本上整套東西支撐大局 就是靠他妹妹 後面就有多一點阿哥的劇情 好像有些所謂的溫馨劇情 或者伏筆 即是他們兩個中間 小時候發生什麼事 這個就還沒說 但據我所知 這個漫畫去到最新集 已經有一些超展開了 這個就再看 我看這個東西 其實是想看阿哥和那個女上司 感情關係 真的沒有 出了兩集 最後一集 那些女的上司 會不會叫上司過來 我也在想 是不是上司會出場 真的沒有 因為她妹妹的扒生會有問題 她妹妹學校一個樣子 家裡會有一個樣子 但問題是兩個樣子 大家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所以有時候 搞到劇情很怪 例如說她的同學 記得她 你阿妹妹沒有 你阿姐沒有來嗎 但是不是同一個人 你知道她 這個也是 好像說得很認真要隱瞞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搞笑的 其實我也不需要這麼認真 其實我也不需要這麼認真 其實就是 你學人家跟阿瓜哥 變得阿妹妹都不認識她 那就OK 有什麼所謂 你要搞笑片 我想其實本來的笑點 應該是在於 她家裡一個樣子 外面是一個完美女高真身的樣子 中間有什麼反抄 中間有什麼隱瞞 雖然很典型的腦袋 但其實是一些劇情 但她又不是很寫這些東西 她好像想認真表達這件事 但又不是很有發揮 所以阿瓜哥跟海老明哥拍得不錯 阿瓜特意知道她什麼事 但是她在海老明哥 讓她一定做一個正經的女孩子 其實一開始這個是有緊可熱鋪 但之後又不是很覺得有多一些的描寫 最多可以說 其實胡媽劉她不是很討厭自己做女高初生 只是她比較喜歡是一個頹廢的女生 你也看日劇歌物女都知道 她在家裡會頹 其實對 其實這對朋友很好 她一直都是很OK的一個女生 不是一個叫做什麼 太過自閉的宅女 我會說 但問題是你當她老公之後 就失事了 這一個老公就算了 我想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其實這個劇情 正如之前所說 太多地方都是處於一個環節 就是看小賣如何省廢物 但其他之外的劇情都不太有趣 尤其是海老明 她的同學叫做什麼 Stephan Stephan 然後她的榜馬尾很喜歡 其實很喜歡 胡媽劉那個 節配 其實這些角色都是幾個個性的角色 特色很出色 但其實沒有任何一個笑點可以碰出來 因為其實她可以做一集 說節配跟她的家庭都可以 不一定要只做她的家庭 我們看慣她的家庭就行 其實她也有一點點的情節 但就看見她 不是主族 其實她不懂得把那些角色更漂亮 令那些角色混亂 因為其實處境搞笑劇是會這樣的 今集做這個角色之下 就一拍角色 大家輪著做 故事會慢慢擴張她 向外擴張 我想正如有馬說的就是 一些處境搞笑劇 喜劇的東西就是 你那個角色和其他角色中間的角色有衝突 性格又不同 所以兩個人可以撞一些笑點出來 這裡是性格又不同 角色的角色又不同 但撞不到笑點 即是海錄明就很害羞 所以見到就很害羞 那不會好笑的 撤背 對啦 好像有多些笑點 其實她是一個面太的 很喜歡Rumaru 但是又不覺得 因此就多了一些 做些什麼奇怪的事 令她覺得好笑 即是說回那個監督以前 她以前同家三姐妹 阿寶板 其實很喜歡春香的 他會做一些 在那裏脫衣 唱歌 那樣的笑情 其實你會覺得好笑的 那你其實都可以做些類似的事情 但你又沒有什麼發揮 那你就浪費了 你已經打到阿哥的 即是那個 我們挖六學生的 挖阿哥的 即場的後輩 有志有千人 那劇情應該沒有 其實中間可以多一點的活動 即是這劇情可以豐富 對 其實你問我 我一開始覺得是有特色 有笑點 但去到看中間 已經覺得 看開就看完 不用用腦的 一個星期 即是有特色 但是 不是很出色 我只能說 即是聽話心話說 我只是看她開頭 動畫這樣表達 每人正常人 Size片 Size已經搞定 第一集做完了 對 所以做完了 之後也有些有趣的 例如她那些 其實是 穿著的斗篷 第3頭的Size 其實她有些 表現了你一面出來 這些都很有趣的 但是 即是我很難想像 一套動畫 我現在看13集了 其實整頭到尾 都是女主角 撐了場的場 之後怎樣做下去 即是我會覺得悶 我會覺得 很佛味 對 如果她有第二季 如果她有第二季 因為她有漫畫 應該也是 除非她一跳去 第3、第4季 不過我也覺得 其實可能 我也覺得有點惡於她 因為其實 監督太田雅艷 她之前拍的小品劇 這些 好笑的 日常生活 我覺得挺好看的 但這次 真的是 比較缺乏好笑的地方 這樣 溫馨又不算 去到拍到很溫馨 這樣 就有點可惜 但 以我的理解 或者我看到的 就是漫畫 其實都未必很擅長 這些搞笑 故事都越走越認真 可能之後 真的不是搞笑的 這一套 對 在她之後 如果之後有二期 其實我覺得也挺有可能 有二期 她有了二期 呃 有什麼 啊 我不知道 漫畫裡面那個 上位 動畫工房 但是動畫還沒出現 那個 不是 動畫工房上櫃 那幾個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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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難回答 越刊少女野奇 越刊少女野奇 越刊 越刊少女野奇 越刊少女野奇 如果你這樣看動畫工房 地獄二季的 越刊少女 美國人仍然認識 大哥 那都沒所謂 因為這一套 說不定出資 那個人肯付錢 因為我看這個銷量 就是動畫一出 那個銷量都增很多 原作漫畫 你知道拾影社是有錢的 通常是比較多去做的 但你問我 我也覺得 遠影少女好看一點的 我都覺得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問題 就是 我們剛才說針對面的問題 他不是只做主角 男主角兩個 其他支線角色會照做 越刊少女正正就是 做得回 就是每個角色 有些特別的感 有些好笑的東西 每個出來輪流配一次 已經好笑 這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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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他能夠改 對 要看看他之後 有甚麼方向可以發展 好 那下一個圖 好 那下一個圖 我們下一個圖 好 那下一個圖 我們下一個圖